大紅色牛皮椅被遜黑 冬一塊西一塊 看起來實在難看 儘管已經找人簡單修復 但還是看得出 黑黑的一點一點破損痕跡 這邊 這邊 還有這邊 皮椅被炸到破洞 讓楊先生這台拉風敞篷車 變得不完美 車主說這個月三號 禮車出租 按照習俗 新郎親友從車內丟鞭炮 卻不慎炸傷自己手指 甚至連皮椅也因此受損 事後車主向新郎要求索賠 六到八千塊 但新郎私下估價 只願賠償一千五到兩千五 雙方都不攏 因為我花錢給你出車 出車 你就是要配合我 不然你就可以不要接 因為本來就是大家講好了 我跟你講你這個 跟我們當初講的也不一樣 我也跟你那個朋友說 你要放的時候你給我放 我放的時候你給我放 結果他就回說 他去問的可以用烤 就是噴漆的方式噴掉 然後還回說 只差那一點點有差嗎 差一點差很多 里車迎娶台中雲林來回 一天三千塊外加司機費 一共三千二 沒想到迎娶途中發生意外 連更換皮椅的錢都不夠 他竟然會說出說 這不干我的事 我其實可以不用負責 然後還跟我想說什麼 他出錢我就該